你看很漂亮 这几天可能一百多住 一百四五住 那生意好啊 遇得有人说过 要体会一座城市的烟火气息 就应该去当地的菜市场 菜市场是一个城市的生活缩影 更是当地老百姓最离不开的地方 在昆明有许多菜市场 当时论起知名度来 壮星肯定有一席之地 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逛一逛 壮星农贸市场 这个市场呢 是位于银达昆明 在美丽的大光河畔 市场始建于1997年 里面的菜品美食都很多 据说日经的客流量 可达到五万人以上 收集锅盔 每一锅都是一道小时 老板您好 这个锅盔怎么卖啊 五块钱 五块钱是那个牛肉猪肉的 牛肉的是七块钱的 然后梅干菜是七块 这个锅盔是哪里的小吃啊 这是成都小吃 总体来说是四川金炖的 一天大概可以卖多少张啊 两百多点 两百多点两百 我只卖早餐 下午就休息了哈 下午就休息了哈 下午就差不多休息了 是生意太好太忙 想休息一下吗还是 不是 不是 从一个人做的话 还有一个下午的话 他们买买菜的话 基本都是回家吃晚饭 吃晚饭的话 吃饼的话 晚饭就不吃了 也对也对 基本上晚上的吃饼的人就少了 就早适的时候 当早点吃 当零食吃 然后中午的时候 你这个市场演的话 你固然的话 吃一个 底下 当一下中午饭 你可以 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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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那个啊 妈妈 这个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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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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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 他说黑 老板在这里做生意做了多长时间 这个饼的话三年了 三年以前做了七年的卤菜 然后我丈母娘 我丈母娘做了二十二年 二十五年 就在这个市场里面 就这个铺子 和最后还是卖四串的 都是四串的小吃 你们老家是哪里的呢 我老家是七斤的 那就是银铛本地的 我老婆的和正常他们是四串的 那现在生意好做吗 平均的话差不多 很多 比 反正比疫情的话 那菜里 咋的就要好一点 疫情过了就相对好一点 就像疫情的时候 客戴很高 是的 那这里面租金高不高 还可以吧 都能接受 是 因为你人间量这么多 你出镜肯定会胜 是 这个菜市场应该是昆明知名度最高的 最薄的 管理你还好 嗯 不管是管理我也是 这方面都好 都是属一属二的 咱们跟我来一个牛肉的嘛 好的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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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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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趁热吃哈 好的 谢谢啊 料馅很足 牛肉很香 然后外皮的话是酥脆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家店铺主要是卖甜白酒 甜白酒也算是云南的传统美食了 就是在明代的时候西侠客来云南大理里 然后呢 在乡间 就看到当地的村民在交易这种甜白酒 所以甜白酒在云南还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 甜白酒呢主要是由糯米量制而成 就把糯米洗干净 然后蒸熟了 放入这种瓦缸里面 然后在瓦缸里面再加入白酒区 还有清水 搅拌均匀来量制 冬季也就这个季节的话差不多 天时间可以量熟 如果是夏季的话天气暖和一点 时间会更短 三天左右就可以发酵成熟 就可以吃了 各种卤菜 这个是一盆一盆吧 还有一个 二十一份 一份的 老板老板这个猪拱边怎么卖啊 十三块一两 我妈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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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块 旁边那块 哦 哦 这个太多了 在云南 回族人民比较喜欢把牛肉腌制成牛肝巴 腌制成牛肝巴以后呢 第一个是方便携带 第二个呢 它能保存的时间更长久一点 然后也有一种独特的风味 尤其是在巡店低期的回民 腌制出来的牛肝巴会更好吃 哦 不是要切始终一整 就好吃而已 哦 那是台博 台博了炸了 他没打水分吃的也不好吃 银制好的牛肝巴一般是用牛来炸 炸出来会更香脆一点 如果把干巴切得厚一点 然后炸的时间短一点 控制好火后 那么炸出来的干巴就会偏软 看个人的口感喜好来调整 这个可爱落实上 来 看 可爱落实上 来 可爱落实上 来 大姐你给它包装了 要切些些 好好好 要鸡条 好 好 有了吗 好 可以 可以 你好老板 这个牛肝巴怎么卖啊 1.1几 120块钱一公斤 你箱上就找 你好老板 现在是在做什么东西啊 这个脆皮米包 脆皮米包 成品就是这个样子 哦 对 这个是怎么卖 2块钱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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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块钱 好 这样子就是做好了啊 嗯 它有一层是酥脆的 嗯 外面是脆的 对 好不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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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应该疫情解封之后 生意会好很多啊 嗯 说是这样说 感觉还没有疫情那两年 哦 也是奇怪 好多做生意的都这样说 嗯 今天感觉特别难做生意 还好 早上10点多吧 10点多到11点半左右 嗯 像我们做的这个脆皮米糕 是属于哪里的小吃 这边一般就是 贵猪那边比较多吧 哦 我看市场里面全国各地的小吃都有啊 嗯 对 老板在这边做生意做了多长时间了 嗯 我们来了有七八年了吧 哦 在这个市场里面都有七八年了 对 哦 那算是老商家了 嗯 房租有没有变化 房租的话没有 哦 那还好 嗯 一样 不一样的脆哨 脆哨不一样的啊 脆哨不一样的哈 多了不二个 要二十个了 二十个了 你要的朝着 你咄得吃是虾呢 那香菜好吗 新鲜肉做出来的香啊 你不新鲜肉做出来不香啊 花椒鸡 炸嘴鸡 老板 你好 鸡肉怎么卖 65亿公斤 名字都找对 一会儿跑到内上去买 买错去 这个鸡是怎么做出来的 老板 煮出来的 现在锅里面还在煮 一天能卖多少只鸡 这几天可能一百多只 一百四五只 那生意好 就是白煮之后的话 淡上水吃 对 但是光吃也有原味的 也香的 鸡肉 老板这个怎么卖啊 十一块一两 十五块一两 十一块一两 一百一公斤 现在正在制作的这道菜 是西商榜纳的一道歹味 叫火烧茄子 先把茄子带皮放在火上烤 然后烤熟了之后 把皮去掉 然后再用剪刀把它剪碎 放在这个石臼里面 尽量剪碎一点 因为待会放佐料的话会比较入味 然后再放入青辣椒 还有红辣椒 黄瓜 乌尔 盐 放入这些佐料之后把它搅拌均匀 在搅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闻到茄子的香味 还有混合的这些佐料 感觉非常有食欲 最后放一些这个新鲜的柠檬汁 那您好 这个是烧茄子 放灰杠是吧 嗯 是多少钱一份啊 10块 一个十块 还有九块 这鲜ゆ 这个多中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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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老板 我们这都是五定的土鸡吗 是呀 是怎么卖啊 它们的像这种八十块钱的公斤 成鸡有嘛 要哪瓣成哪瓣 我服了你别无了 像它砍的那个有土鸡 那个炒汁黄的那种 二十八块钱的公斤 好 炒一下吧 好 它分着炒的煮汤的 像它这个炒的实际上才小一点 是不是有一种大献鸡啊 献鸡今天都卖完了 都卖完了 那种是多少钱一公斤 那种八十五块钱一公斤 那个应该是最好的了吧 其实最好的是边上小小的那种 纯粹小山鸡那种 啊 那个一公斤多一点 那个包汤真的很多 这个是什么价格呢 这个九十八块钱一公斤 现在是中部十二点 感觉人流量比早市的时候少一些 但是人还是比较多的 老板在这里经营多长时间了 我在这里两个多月了 三个月 那时间也不长 不长 这楼上跟楼下的房租 应该区别比较大吧 大 像你们楼上是怎么 多少钱一个月 楼上才八百一个月 那也不贵啊 那楼下呢 楼下这种 楼下几万几千 有些一万多一个月 有些七八千五六千 具体是六千 这个主要就是用米粉蒸的吗 对米粉 可是这个米粉很不好做 老板以前一直是做这个生意吗 是的我在越南的时候我母亲做 可是来中国了我不做 我就现在才来做 我这个是祖传的 我母亲在越南就做了 这个是什么馅料 这个是香菇 香菇炒肉 你看很漂亮 是的 这个小吃就在咱们云南要多一点 是 其他地方都比较少 就是云南的就是我们越南人做的 越南花销做的 还有其他就做不了 好 车里只八十块钱一公斤 七十块钱一公斤 配一下这个 那个要大 来来来 这个怎么卖了吧 这个买一百块钱一公斤 一百块钱一公斤 一公斤 这个看起来就好了 嗯 是是是挺大 平衡挺好 这个就是过年 过年 这个时候就有了 就是给了这个 重城一间上市可全活发货 这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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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花米线 应该是属于昆明特有的一种传统风味小吃 其口感呢 吃起来偏香辣 也有一点酸味 然后米线呢 吃起来很顺滑 非常好吃 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欢 可以说是一种价廉物美的美食 这配料呢也是相当丰富啊 有韭菜 冬菜 也就是当地人说的酸菜 还有酱 还有油辣子 还有肉酱 最主要的呢 还有豆花 就现在放的豆花 调配而成 可以说是味道又浓郁 又好吃 豆花米线 吃了草 你好 这个是田鸡吗 对 是怎么卖呀 八十块一斤 七公斤八十块 说今天没做完 十块一两八块一两 十块一两 十块一两 南梅 老板怎么这个季节还有南梅啊 中国季节买了嘛 蛮的地上吧 这个应该是要到尾季了吧 罗潮了吧 除非是 除非也是 透水也是 这时候可以买到五六月份了 哦 现在是上市了啊 现在也上市了 我还记着南梅应该是夏天 是七八月份 这个是早十年 夏天那个是我一起的 一百三十块钱一公斤 小火虾嘛 哦 锅里面的嘛 淡水虾 小火虾 老板这个是怎么卖多少千一公斤 六十 这种新鲜蔬菜 四十块钱一公斤 这种新鲜菜 这种新鲜菜 小火虾 厨不一千 他肯定有什么 很і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里的蔬菜都没有标价 其实它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每一样都是3块9一公斤 自助买菜 菠萝饭 你好老板 这个菠萝饭怎么卖啊 这个是糯米的 这家生意火爆啊 泡梨泡港狼 这个泡梨怎么卖 2块2十 四块 二十块 二十块钱一公斤 不是 餐巾十三块 二十块钱 包厂子了 二十块 拿手 那个小一点 那个是什么东西 那个叫切买 二个吃点 搞错了 哎呦 太晚了 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 哎呦 成功解释 你怎么怎么都想过来 哎就是丑丑 二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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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做的鲜花饼 我刚刚出炉的好了 是怎么卖啊 不好意思我都没听清 三块五一个 三块五一个 嗯 它这个是有不同的馅吗 不同的馅儿 馅儿有什么肉馅儿 哦 有什么馅儿呢 哪里有啊 现在在这边 都是现杂的薯片 有好几种口味哈了吧 嗯 对的 看的价格吗 对的 多少钱一公斤啊 多少钱一公斤啊 五块钱一公斤啊 五块钱一公斤啊 五十块钱一公斤 五十块钱一公斤 尝尝看可以品尝可以吃的 整个锅子 五块钱一公斤啊 可不可以品尝你 这样子 你这个泥锈是怎么卖啊 三十块钱一公斤 三十块钱一公斤 像这个一水泡一方式拿回去怎么做的事 火锅炒了吃都行 这个是怎么卖 酸黄的鸭蛋 都是酸黄的 这个是怎么卖 你好 老板 这个十块钱一堆是这样一堆是吧 粽子 我来打防热 防烧